大家好 这一期带给大家吸水人像摄影的后期调色 视频中我们会讲到常见的一些问题 比如怎么保证肤色正常的情况下 把偏黄或者偏绿的水景调成静谧的深蓝色 白天拍摄的照片 怎么调出日落时才有的金色曝光 怎么柔化高光和增加新芒的效果 等等 本期的合作摄影师Rum 一位来自广州的人像摄影师 执着于尝试用不同的光线 来为大家讲述不一样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他的摄影 欢迎查看他更多的作品 好 我们在Camero中打开照片 还是老规矩 想要跟着视频一起练的小伙伴 请留言获得本期用到的所有素材 以及这张照片的拍摄指南 拍摄指南里有相机的设置 构思 拍摄时间 地点 构图 用光的方式等等 希望能够给你一些参考 好 现在我们看到照片的直方图 波峰很平缓 像素分布很均匀 没有过报也没有欠报的问题 但是如果要在视觉上塑造出一种氛围感 高调和中调是比较难达到的 所以我们需要降低曝光 高光和阴影 增加对比度来加强明暗的对比 把照片的影调调成低长调 这里做成低长调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对艺术原理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听一下 因为这些原理可以放在任何主题的摄影中 第一 不管是人像风景还是美食 低长调有助于情感的表达 低长调的直方图量不较少 暗不较多 整个画面显得比较安静 深沉 所以低长调可以引发观众更多的情感共鸣 大家平时看的电影 其实很多都是低调的场景 也是这个原因 第二 是因为低长调可以营造特定的氛围 比如夜晚或者阴天 这种氛围就很适合表达静谧 冷静 怀旧的情感 第三 是因为低长调有助于细节的表现 平时大家看的多的话就会发现 由于低长调的照片细节非常丰富 所以就可以表现出更多质感和细腻的变化 适合表现复杂的文理和材质 这也是为什么低调的人像细节刻画更多 大部分的风光摄影也是低调的原因 在Just You的调色训练营 我们也专门讲过 低长调是高级感的标配 好 了解了原理 我们再接着调 下面到曲线 现在有阴影剪裁的警告 说明画面中有纯黑色 对吧 所以我们就可以上拉曲线的黑点 让照片中最深的颜色呈现深灰色 有微微胶片的效果 把曲线中间的部分拉回来 调整到原来的明度 保持正常的亮度 不会过暗或过亮 稍稍下拉白点 照片中的纯白色就会变成亮灰色 这一步有助于防止高光部分过曝 同时保持一定的细节 好 接下来到颜色 这一步对于这张照片的色调很关键 大家也可以参与进来思考 大家看 如果我们要让吸水呈现深蓝色 表面闪烁的波光呈现金色 形成成蓝对比 那么色温是应该向黄色的方向调整 首先让波光呈现金色呢 还是应该把色温向蓝色的方向调整 让吸水带有蓝色呢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调 好 如果我们是把色温向蓝色的方向调整 大家看 虽然它可以非常直观的改变吸水的颜色 但是之后的波光就很难再呈现金色的效果了 就算是在颜色分级里把高光的饱和度调到最强 画面的亮部还是没有温暖的效果 所以这里最优解是把色温向黄色的方向调整 让整个画面的色调呈现暖色调 然后再到颜色分级 在阴影中增加蓝色 就可以让吸水呈现生蓝色 这里调的太多也不行 因为女孩的脸上就会发蓝 显得脏脏的 所以我们适可而止 继续到中间调里增加一些蓝色 好 我们再到高光增加橙黄色 因为我们要调出金色的高光 对吧 好 现在画面就形成了橙蓝对比 蓝色还不是很突出 到后面我们再去调整它 好 下面我们到混色器 稍稍改变一下橙色和黄色的色相 让阳光更有橙红色的效果 当然你也可以根据你的审美来 不调整也没有关系 你的照片你做主 好 接下来到效果 这里我们可以稍稍的降低清晰度 和去除薄雾的数值 让照片的质感更加柔和朦胧一些 不要太过锐利 好 最后我们增加阴影 让四周按下去来突出画面中心的人物 好 这里我们还可以增加一些颗粒感 让照片有胶片的感觉 好 整体的明暗关系 色调和质感大致上就做好了 如果我们想要吸水更加深邃 有深海蓝的感觉 大家想一想应该怎么做呢 有同学可能会想到 能不能在颜色分级的阴影中 增加蓝色来加强吸水的颜色呢 大家看 这种增加颜色的方法 一点都不自然 所以我们可以试一下到萌版 范围 选择亮度范围 吸水是在阴影中 所以女孩的面部和身体上的阴影 都被选中了 如果我们想要调整的颜色 不影响到人物的话 就可以点击减去选择画笔 把人物身上的选区都擦掉 好 这时候我们再调整色温 就可以加强吸水的蓝色 和之前一样不要太夸张 因为所有的调色都需要建立在合理的基础上 才能够呈现美感 好 在camera rule中的调整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可以打开对象 到photoshop中去柔化高光 和制作波光凌凌的新芒效果 好 首先我们到选择 色彩范围 吸取高光 也就是在照片中找到最亮的地方 这里颜色容差越大 选区的范围就越大 相反 容差越小 选区的范围也就越小越精确 好 这里我们只需要最亮的高光的部分 好 确定不需要的选区 我们可以用快捷键W快速选择工具 按住Alt就可以拣选不需要的区域 好 Ctrl-C 复制选区 Ctrl-V 粘贴 选区中的高光就会自动被粘贴到新的图层上 大家可能看不见 所以我在它的下方新建一个黑色的图层 大家就可以清楚的看到我们复制的高光 好 这里我们把高光的图层转换成智能对象 以便于后面万一要做修改呢 好 到滤镜 模糊 高四模糊 半径40左右 大家看高光就有模糊的效果 如果后面我们要修改模糊的数值的话 就可以点击智能对象下方的高四模糊做修改 这也是智能对象的一个好处 好 我们把图层的混合模式改为绿色 这些高光就有了发光的效果 最后降低图层的不透明度 让效果更加自然一些 好 现在我们把素材包里的星芒放进来 图层的混合模式也改为绿色 就可以绿掉黑色 把它摆在水面的高光上 让它有波光闪烁的效果 按住Olt就可以直接拖拉星芒 并且同时把它复制到其他的位置上 快捷键Ctrl T可以调整图片的大小 这里我们可以多做一些大小的变化 增加多样性 这样的效果会更加真实 好 现在这张照片就调整完了 如果是你的照片需要修饰身材和脸型的话 我们可以回到最开始的图层 到滤镜 液化 用第一个向前变形工具 让人物更加纤细一点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做调整 好 虽然这张照片的调整并不难 但是最后还是帮大家温习一下 首先我们调整了照片的影调 并且我们也详细的讲了低长调的特点 以及对于塑造氛围感的重要性 然后我们用曲线做了暗部深灰 亮部亮灰色的效果 在颜色中 调整色温 让高光和亮部带有金色的光芒 在颜色分级中 让吸水初步呈现了蓝色 加强了高光的橙黄色 在效果中 降低了照片的锐度 增加了运营 用蒙版加强了吸水的深蓝色 最后我们使用了Photoshop 来制作朦胧的高光和闪烁的金色波光 好 现在该你动手练习了 希望这一期的视频能够带给你新的启发 我们下一期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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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视频能够带来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这边的视频能够带来 现在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